我只是想问候大家一下 既然我已从墨西哥回来 也和新来的人打了招呼 并欢迎他们来到金社 参加这次的闭关禅修 这次在墨西哥的教授进行得非常顺利 那的人真的很热情很亲切 那样的天气也和这里的完全不同 所以在这个星球上事事多变 我想在闭关禅修期间 继续早安菩萨的原因之一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否会每天这样做 是因为我在墨西哥时 收到了许多有关他的意见 有一个人还说 有一天我感到非常沮丧 我便上早安菩萨的王善 一听便接二连三地听了几个教授 他真的帮了我 然后他们还说 这些检阅的教授对他们有多少帮助 由此让我有些灵感 觉得在闭关禅修期间继续是有益的 我便有了一个主意 但我今天不会谈论他 但是当我在墨西哥时 许多人提出了有关恐惧的问题 因为他们正挣扎在墨西哥城等地的绑架案 与北方一些城市的贩毒集团的交战之间的恐慌 因此他们问我有关恐惧的问题 当然在我离开之前 美国人也问我有关恐惧的问题 但在这里我们害怕的是恐怖袭击 和经济状况 特别是经济状况 所以人们像在国家层面一样 似乎都在和不同的恐惧挣扎 然后当然也有人 总会问我关于个人层面的恐惧 有些人可能甚至会害怕参与闭关禅修 我们的心会想出任何东西来感到害怕 凡是你能想得出来 我们就能让自己的心害怕它 所以我想在接下来几天 谈一点有关不同种类的恐惧 和如何应付它们 有趣的是恐惧这个词汇 藏文是吉巴 所以我们有吉美 就是无畏的意思 有趣的是吉巴或恐惧 在他们列出51个新所法时 并没有被列为个别的新所法 当然该列表是根据利于解脱 即表示实证解脱 不过你可能会说 嗯? 我觉得恐惧是实证解脱道上的一大干扰 嗯... 我也不清楚 或许现在的人们比过去的人更害怕 即使大家自始至终一直都有种种烦恼 这并不是说我们比过去的人有更多或更少 而是也许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显现 但我认为恐惧与执着 愤怒 缺乏自信 和其他各种心理因素 是非常相关的 因此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新所法 并同其他的新所法相关 虽然它不在列表中 并不代表我们不该注意它 是的 反而应该注意它 所以我想谈些关于这一点 和如何克服恐惧 并停止编造不存在的忧虑 你觉得你曾经这样做过吗? 没有 我认为没有 恐怕 恐怕你正在遮住你的脸 好吧 我们将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谈论